大家好,我是蔡師傅 我今天不是要教東西 我今天要分享一種食物 是你們平常可能沒有吃過的東西 它是一種創意料理 因為河粉不是我們台灣本地的食物 那但是呢,你們一定有吃過台灣的蛋餅 那台灣的蛋餅呢 如果把蛋餅皮換成河粉的話 那一定是決然不同的口味 那我們今天就來,嘗試一下給大家看看 我夾一下 因為它有點軟 欸有了有了 我看一下,還在冒煙 然後這個是 培根河粉煎蛋餅 好,我們吃一下口感 它外皮啊,是那個 比較 軟 軟,嫩,比較彈性的 然後 它中間是夾了一層那個 蛋 然後蛋皮 然後再夾了一層那個 培根 然後那個蛋裡面還有一些蔥 蔥很清脆 吃起來會有很多的層次的感覺 啊 呃,重點是 其實啊 它跟普通的蛋餅 差異只在皮上面而已 可是呢 呃,層次 口感完全不一樣 所以有機會的話 你們可以試試看 嗯 搭上培根真的很搭 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下一款 它是 把培根換成那個豬排 那 那 台灣醃製過的豬排啊 其實也都蠻好吃的 來,我們看一下 有..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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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然後我們來吃一下 這個口感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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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培根啊 是比較乾的東西 可是這豬排呢 是比較嫩的東西 所以它吃起來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那如果...如果你覺得你怕太乾的話 我建議你會吃豬排 那如果你喜歡有一點點 呃...脆脆 然後...乾乾的感覺 那...層次感比較豐富 我會建議你吃培根 然後... 可以的話 再加一點起司 應該是...嗯...超夠味 哦...然後附帶一提啊 它的飽足感非常的重 因為它...河粉是由...米飯做的 那所以...你大概吃... 呃...一份蛋餅的話 它...這個河粉卻有兩份的飽 嗯...然後... 我覺得啊 再加一點蔬菜 哇... 這根本是一個正餐的份量 非常的足夠 你吃這樣就夠了 好...謝謝大家